词曲 李宗盛 词不及拿出发挥的嘴巴 伤害都变成误会 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 暗地里偷偷作祟 隐瞒谁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管好你的嘴 部分清空的汗贼 部分早白的汗贼 真相不是你玩得起 别太犯规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管好你的小丑嘴 别轻易的汗贼 没正确的汗贼 我从不将就 随之欺望 恩外你同来 我从不将的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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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有多么爱谁 别谁 扯不断的水被浪费 是不及的水把灰的嘴巴 伤害都变成误会 把识别都变得没人能理会 暗地里兜兜作祟 隐瞒谁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管好你的嘴 无分清空的汗贼 无分造败的汗贼 真相不是你玩得起 别太犯规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管好你的小臭嘴 别轻易的汗贼 没正确的汗贼 我从不将就 随之欺望 认为你从来 最后一程 也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就会 我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就会 错对无所谓 不需要你只会 错对 无所谓 也不需要你只会 错对 无所谓 不需要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换好你的罪 无分清空的寒贼 无分杂败的寒贼 真相不是你玩得起 别太犯规 我欣赏你只言不回 但请换好你的小重罪 别轻易的寒贼 别终结的寒贼 不随此起无论为你同类 不随此起无论为你同类 这首歌每个人都在投入其中 这首歌真的我也看得出二位也在享受其中 现在只要说一句宝贼 我的嗓子 嗓子吵了 我嗓子也是差不多的 冒烟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嗓子哑不哑这个问题 它可以用很多方法去规避掉 但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就是要真实的那个东西 这次跟深深合作非常地开心 是因为我觉得深深在我深深的心里 其实她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地谦虚 低调 非常有才华和有思考能力的一个歌手 谢谢 我觉得她其实在整个歌的设计和编排上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 你要不要讲讲你选这首歌 那个背后的那个 就我们因为现在越来越方便 所以我们接收信息也会越来越方便 我们表达的路径也会变得越来越方便 就好像大家的那个力气啊 或者是那个不开心的那些负能量 那些负能量被喷出来之后 他们喷着喷着喷着 好像那些他们喷的那些黑色 才变成了真实的真相一样 我不懂 然后就那一下 我其实脑海里面就会跳出这首歌 深深讲这个歌的时候 我就一拍即合 我就想说 我鼓励这个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人 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绝对不要去跟风 我觉得很多的话 可能我们讲出口的时候 可能需要思考 需要掂量 不是说随口就可以来 往往因为你的一句轻描淡写 正好击中他的那个内心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爽的地方是 当你内心装不住了 你就释放出来 你就喊出来 你就喊出来 我觉得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自己心里 让自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我们的生活的状态应该要更加的乐观 对 那些所有的东西 那些阴霾 我觉得不要让自己沉浸在那个里面太久 对对对 一定要让我们的自己身上的光亮 我们自己身上的阳光去盖掉那些物欲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的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表演 真的很谢谢你们 把那一段分享出来 我觉得歌手真正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灵魂 就是内心的那种真实的声音的呐喊 然后今天我真的就是感受到 然后也谢谢所有的歌者们 谢谢所有所有在舞台上付出的人 真的 真的 谢谢安德老师 谢谢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 我不太能用一种音乐形式来定义它 我觉得它有很多元素在里面 有一种中西碰撞的感觉 就前面 他们的宾歌跟周深的那种感觉 很像百老汇的音乐剧 很古典 然后后面一下子又进入了一种 很流行的那种状态 然后他们的唱腔也一直在改变 然后我听到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美妙 让我看得很爽 然后我觉得他们俩的态度很潇洒 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些话一样 现在网络上可能更多的人 把网络当成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不如选择一种正确的发泄方式来唱这首歌 我觉得会更好 谢谢毕丹 谢谢 其实看到两位的名字出现的时候 我就超级期待 我想做一个比方 就好像说 一个超级一流的大师级的乐手 拿了一把全世界最厉害的琴 无疑胡彦斌就是那个最厉害的master的乐手 而周深的嗓子就是最厉害的乐器 但是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 我也比较害怕 就是说两位是那种比较游刃有余的演唱 因为如果游刃有余 那么这首歌的含义似乎就不对了 但今天我看到了两位近乎崩溃的表演 所以今天二位的这个表演 我觉得恰如其分 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把这首歌的充分理解 表达在这个舞台上 非常之完美 谢谢二位 谢谢我们更加谢谢周深 还有彦斌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 充满力量的歌曲 谢谢二位